陪我来讲我比较熟悉的有机耕种 就有点关于咖啡渣的运用 主要今天是讲讲咖啡渣的营养和用途 接着就会介绍生态系统 因为我们种咖啡是种出来的 我们要熟悉了解生态系统 如何种出来才种好咖啡 我们想继续有好咖啡饮 接着我会很简单介绍咖啡渣是如何种菇 咖啡渣的营养 其实你们冲咖啡喝完之后 你们只不过是吸收了咖啡 大约是2-3%的营养 里面剩下的有90%多的营养 还在咖啡渣里面 如果我们丢了它 是否很可惜呢 其实咖啡渣的营养有什么呢 最重要是有胆 以及有其他基本的营养素 如胆白质、纤维素、钣、轮、铁、甲、银 铁和铁的营养素 直接是我们的营养 是很全面的营养 所以还有健康的抗氧化剂 和一些腺食纤维可以吃的腺食纤维 既然咖啡剂有这么好的营养 我们可以怎样做呢 怎样可以运用它呢 丢掉它真的很可惜 主要是归纳了大约三种 第一就是种下去 第二就是有些科学家 有些是非种植的用途 发明了很多东西 其他那些湿湿碎碎的用途 既然咖啡是种出来的 即是它在泥土里面 拿了一些营养来自己去生长 自己去生长的咖啡给我们喝 那我们是否应该将剩余的物资 是放在地上 毁养地上的生物 它才可以继续 让咖啡的树生长给我们 即是一个食物的循环 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 如果在家中种了一些小盆栽 有很多人都懂得用咖啡汁铺 就是知道是一些肥 如果我们的农场 就是大堆头一些 我们加上干草 干树枝叶 干叶 或者果皮 那些厨余 混合一堆 我们慢慢咬它 也是有一个堆肥 即是几个月之后 是一个堆肥 就放在泥土上 是肥养泥土下面的微生物的 如果我比较少人一些 就像这个图画 譬如你的花圆是小一点的 你可以用一个小花盆 即是用一个小花盆 铺 你每天吃了一些厨余 就放下去 然后铺一层干树叶 然后翌日又有些厨余放下去 它慢慢地铺 它慢慢有微生物分解 流出来的那些液体 就会肥肥了 你就不用这么大堆头 这个制作也可以 但是你要留意 咖啡渣 你不能立刻 就放进植物的根 因为它一放下去 那些微生物 在做事 它是产生高温的 它会消伤那些根 最好要是离开一点 要是要是薄一点 然后要是让它腐蝕 才放下去 或者连泥土放下去 就安全一点 而且咖啡渣是偏酸的 你如果放下去的那些 是中意偏酸泥土的植物 就事半功倍了 就好像那些葱类植物 多年生的植物 好像杜卷花 玫瑰 山茶 一些中意偏酸泥土 那非用途有什么呢 那些科学家提煉出咖啡油 加上其他一些冻植物的燃料 就可以做出一些混合的燃料 就可以推动车辆 就可以10-15%减碳排放 都是一个很好的 混用咖啡渣的途径 德国做出一些用咖啡渣做的杯 和混合的咖啡渣和生物高聚物 就发明了可以降解的咖啡杯 其实大家都是想对环保友善一些 意大利知道咖啡是吸毒的 很重金属的物体 他们研发出一块泡胶 就连咖啡那些混合了 居然可以吸走过滤了水中的重金属 这些是科研的方面 大家都是为环境来做出一个贡献 最后可以驱蚊 或吸污液味 或是除污垢 这些我想大家可以去探索一下 我自己都没有试过 这个奇妙的生态系统 就是因为我想说 你种植物 咖啡是种出来的 不是制造出来的 我们应该怎么种一盆好的咖啡 或者是健康的植物出来 我们是要了解它的生态是怎样的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土壤就是整个生态 其实是一个食物的循环 是一个食物链 没有废物 它的设计就是 某一样生物 有生命的时候 它可能会释出一些分泌物 或者它死了之后 它的尸体是被另外一些 另外一些昆虫 或者微生物 细菌 去分解它 很简单 植物 由头到尾 都是分泌 从树叶 花 树皮 直到泥土下面 那些根 它都是有些分泌物的 是用来做什么 吸引到周围的昆虫 微生物 菌 細菌 毛菌 这些东西 总不知吸引到 对它自己有益的生命 那些生命 当然是焦到它 周围都是 尤其是它那个 你看到 好像它的根 送出那些 又有披萨 又有生日蛋糕 又有糖 那些微生物 那些细菌 就黏住它 因为有食物 它们怎样回报它 它们都是这样逃报的 当它们吃到这样 那便很大群 就是焦住那个根 好了 到一些 叫做 大一些 原生动物 那些比较低等 或者是单细胞 那些 那些 就会吃它 或者有些线虫 也会吃它 吃它之后 它就会釋出一些 那些是植物可以吸收的营养 因为植物 你不是说 放一个椒皮给它 它会吃到的 它一定要经过那些微生物 细菌 真菌 去分解它 然后才转化为 植物可以吸收的营养 它才能吸收到的 所以 为什么 泥土下面的生物 微生物 細菌 真菌 那么重要 就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 其实它们 是整个生物网的 这些就是 真菌 这个 细菌 这些是原生动物 比较大一点 大吃小 这些 它又是可以给它吃 它又会给上面那些 比较大一点的 摘种动物 一摘摘的行路 吃 所以其实整个生物链 它又可能给上面那些 那些大一点的雀鳥吃 然后它吃完人 又可能给更大的鹰 其实到最后 它们的排泄物 或者它自己的身体 被人分解 都会变成有机质 被植物吸收的 整个生物链很简单 就是 大家都是一个生物链 有生命的时候 它就吸收养分 到它死了之后 它又要贡献出来 给另外一些生物 成为它们的食物 所以这个大自然 是没有废物的 每一样的微生物 在地上 都有它的功能 有它的位置在那里 所以我们 要认识它 原来它是这样运作的 我们看看这个 人 平时 也有些排泄物 以前你们都知道 以前 人的排泄物 其实是用来做肥的 耕田的时候 是很肥的 现在我不知道 是去了哪里 可以不可以 因为香港也很少人耕田 但是我想指出 人死了之后 整个身体 其实最终 都是被地下的微生物去分解 做一些植物吸收的食物 的养分 很奇怪 我记得 我come across 有一篇新闻 美国的华盛顿 美国的华盛顿 在2019年 是通过了一个法例 是准许它 人的骨灰 是可以做堆肥 这些叫做堆肥状 我觉得很潜慰 这个真的是很理解 环境整个生态的运作 而作出这个决定 OK 好了 我们地下的生态 不只是食物交换 当然食物交换 是一个最主要的功效 但是微生物 那些菌其实还有很多功效 是帮助这个植物生长得健康的 好像是什么呢 改善土壤结构 补水疏气 和防止养分流失 你看到有些地的质地是沙质的 就是说你倒水下去 它一会儿就已经在下面流出来 就是它不补水 但是如果它有些适合的微生物 或者是细菌在里面 它可能会分布一些东西 令到它的泥土 可以黏在一起 它便可以补水 那些养物便不会那么快流失 同样如果有些泥土 是确黏黏的 即是不能吸气的 又有另外一些生物 又有一些蟲 或者是一些小蟲 捐来捐去捐去 它便可以捐出一些空气 让它流通 所以它是可以改善 即是下面的生物 可以改善土壤的结构 还有我想提出一些真菌 那些真菌 其实是在菌丝的状态 那些真菌 很多时候是黏着那些根 它也是拿食物 但是它有一个很特别之处 就是它那些菌丝 就是周围伸的 向周围伸的 有什么结果呢? 它向周围伸的 它看到有另外一个菌丝 也是这样的时候 它可能两个菌丝结在一起 变成菌丝体又很庞大 那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可以资源配置 譬如有一个植物在这里 但是它适合吃的养分在这里 可能菌丝就可以帮它由这里 就传送它给它这里 这些叫做资源配置 因为它可以大 另外就可以资讯交流 就像我们现在的互联网一样 就是一个网络 它直接成为一个网络 它可以告诉 现在最细节目的是 科学家正在研究中 究竟树和树之间 可否将那些资讯交流呢? 那边是有毒的液体出来的 你要看要如何预备去防卫 这些可能是可以经过这些真正的菌丝通知它 就像现在我们的网络世界那样 原来很多年前 几亿万年前 下面已经有互联网的系统在这里 是否很先进呢? 除了这些 还有它们可能是有些 它黏着它的时候 那些根可能会刺激它那些 那些小的根的生长 它就变成吸收的地方大一点 它就强壮一点 另外它又可能刺激了那些真菌的包子去繁殖 所以大家是互利互为的 所以下面那些微生物、真菌、细菌 是否仅仅做那么多 还有负殖质 如果是那些养分 或者什么都放到泥土 或者被那些真菌吸收了 如果是没有人移动它 或者是那些生物吃不完 留下了在那里 它就会慢慢变成一个负殖质 所谓负殖质 就是一个很稳定的状态 你如果不移动它就会很稳定 其实那些是十分稳定的碳化合物 因为那些全部都是由 那个植物吸收了空气的二氧化碳 放到泥土里 让它当养分 而它没有用完 它就继续 那是否变相 是一个碳负存 即是将空气的碳 存放在泥土的碳内 所以我们就说 有机耕种其实是吸烫的 是帮助我们的环保方面 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它是经过去到负殖质的状态 它是保持着碳在泥土下面的 你现在看到这些 是有些细菌 全部拱着的根 既然人类的生态系统 是有这么重要的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当然很简单 要保存它 不要破坏它 跟它合作 不是我们喜欢怎么就怎么 要协调它 明白吗 因为它是为我们健康的植物 健康的食物 作出一个很决定性的决定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这个生态 那如何保护呢 可以维持生物的多样性 因为下面有很多不同的微生物 它们是要求不同的 它们整个生态 一定要有这么多样东西 有很多东西 就像你的生物链 其中一样 是你不要它 撒毁了它 它下面的食物链 没得吃 或者不够吃 那整个骨牌 迟早就有骨牌效应 就这么多了 所以我们 为何要保持生物的多样性 就是这个意思 就像我们农场 有时候 你种东西给自己吃 种菜 我们也可能在旁边种些花草树木 吸引一些蜂蜂蜂 给它吸引蜂蜂蜂 或者可以种几棵树 住在你的田里 也行 不是一定要 整片整片 都是种一样的植物 这样其实是很不好的 因为 譬如你看到 外国 整片整片都是粟米 它会吸引 有什么不好处呢 它吸引那些 是专业吃粟米的蟲 或者是什么 大量大量的来吃它 全军风 可能整个田里都不一定 但如果你是什么 都有一些 有些的 就好像分散投资 你的身体也很健康 所以我们现在的趋势 是不贊成 是种一样植物 是散烧烧的 什么都种 因为每一样植物 都要有它的功效 而且要保护泥土 譬如 给它一些肥 或者是保护它 否则它会流失 我们要做些什么 令它可以健康 种一些多年生的植物 多年生的植物 有些是心根的 它可以保护泥土 就像我们现在的斜坡 你用这些网子 都没有你种棵树 种植物 是网得这么好的 所以 你如果种植物 它也可以把那些 心根植物 可以把很底层的养分 将它运动到上面 给上面的生物吃 和养分循环 做些堆肥 好了 我简单地说一下 种菇最后的题目 其实种菇 咖啡的营养 最适合菇类 因为菇只要分 它释出一些酵素 它就可以食物 它不需要再借助 什么的东西 才可以食得它 所以用咖啡渣种菇 是很适合的 所以我们要预备 什么很简单 有个胶盒 最重要是玻璃 因为你可以看到 菌在下面 如何生长 生长到什么情况 OK 有个胶盒 我建议你们初次用 六寸乘八寸乘六寸 小小的 要买菌种 因为时间急迫 我们通常有菌种 是去英国订责的 不迟回来 我迟迟连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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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自己考虑 可不可以去那里订责 我们去英国订责 咖啡渣 你去哪里 双熟的咖啡店也有 那便是喷糊 好了 首先最重要是干净 你把手洗干净 那些容器都要消过毒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 你种的那些 例如是蚝菇的菌 你想它 主持你整个咖啡渣的地方 你不想有其他菌 去跟它比较 所以你一定要先杀死那些菌 纯粹就是种你自己想要种的菌 所以那些消毒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的咖啡渣 是刚刚在双熟咖啡店拿回来 它已经刚刚是煮好了 那些就不需要再消毒 因为它已经热烂烂地给你了 但如果你已经放了几天 过几星期就要消毒了 咖啡渣冷却之后 就是种菌 我当这个不是真的菌 我当是菌种 铺了一层的咖啡渣 然后平均地把那些菌种铺上去 然后再铺一层咖啡渣 又再铺菌种 又再铺一层 就是一层一层地铺上去 铺一层的时候 就喷水 让它湿 湿的程度 最好大约50% 湿就不要湿到流水 就是你要自己拿捏 就像团粒那样 就最理想了 它寄来的时候 它通常会肯冷冻状态 你最好放回冰箱 好一点 就抠完我更好一点 接着 就留下几寸给它的菌种 不要弄到它的表面 上盖就盖着盖 但是留下空位 让空气入 上盖的意思 就是空气也有很多菌 不想让它进去 又跟它比较 但是它也要用空气 大约放在18至25度的阴暗柱 就是不要见阳光 不要见光 两至三周 时时就拿出来看看 看看它是不是湿的 湿润 它直到整个 就布满了白菌 然后你就可以拿出来 不要放在阳光里面 放在光线里面 那里就可以了 那些菌遇到空气 它就会自己长的了 它会长得很快的 如果一长的时候 你要检查一下 看实了 如果是大那些 你就可以割来吃 小那些 就可以让它大那些吃 通常可以采采两次 如果你采采第一次 你就留下它静一点 让它又不用加水 又不用加咖啡水 不要给它干 到一两个星期之后 你又再拿出来 再采采它 再reactive 其菌丝 再度活跃 希望它再第二次的生长 之后 就没有那些 正如咖啡汁的物质 就可以用来堆肥了 通常咖啡渣 你可以用来做 最适合那些瓶菇 瘦珍珠 我想是Oster Oster的菇 好 这个只是计划 我分享就是这样 多谢各位分享 多谢 多谢 多谢我们的分享嘉宾德文 我们接下来 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